今天是张赫伦的那个向正常在宁波 特别开心啊 他昨天上个星期就去找我去了 网络一会儿说今天非得万人 在我房间 兄弟 咱有什么说什么 现在咱们 没关系 七点半 开始到一会儿就下去了 真吗 当着你专场啊 5月25日 岳云鹏空降张赫伦宁波专场 一出现就让现场的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岳云鹏的到来 也给观众带来许多的惊喜 不得不说 这个票真是值了 看到岳云鹏的到来 张赫伦也是非常的激动 还现场的设计了几个包袱 惹得岳云鹏连连吐槽 他们也有观众说 之前岳哥拍的电影 卖票房的不是很好 有好啊 他也反过去呢 有好啊 里面的肚子都是肚子带 包括今天的板焦虹 去年 今年我又看了一遍 要是我岳哥没有猜点满江红 我觉得票房最起码首二的 这是你摄死疯疯了吗 你都没摄到 哎呀我放上去好 不得不说 岳云鹏真不愧是德云一哥 对师兄弟们也是真的好 之前就曾在小剧场 帮助师弟们助演 给师弟们提高人气 如今还亲自到张赫伦的专场上 为其站脚助威 一起合唱岳云鹏的成名曲 除此之外 岳云鹏还将今年的第一次专场演出 给了张赫伦 今年年几得了 我说今年 如果我一会上台的话 是我岳哥第一次上台 我说岳云鹏把他第一次给了我 到这儿了高兴 到这儿了高兴 那罗尔你说吧 需要哥哥做什么 这是我最喜欢的演员 当时谢谢我 除了双鸣 我朋友岳哥欢迎特别好 这个TV这张演出的 我岳哥可以来啊帮助我 因为我们的因为关我自己呢 没有那么知名的动物 啊 小猫 这个罗尔是我们的 是我们的非常棒的演员 虽然是玩笑的方式表达出来的 但是看得出来 岳云鹏还是非常的心疼张赫伦的 郭老师都劝张赫伦别接这么多商演 但是没有用 郭老师都夸张 赫伦是德云社中的老模 张赫伦你今年还有多少商演 你告诉我一声 还有二十八个 你是上半年 八月一号之前还有二十八个 演出方啊每年啊春节的时候 会把明年想做的演出 拉一个单子 这单子来了之后 递给我们演出部 演出部的这各位 然后跟各个经纪人 大伙坐在一块开会 他要考虑 同样城市比如说不能撞了 不能跟哪能怎么着了 就商量完了还得考虑 演员能不能接身体状况 行不行啊他会不会累 所以说呢大伙他们就挑好城市啊 都愿意上一线呢 有的如何如何 但是张赫伦最大好处就是来者不去 有时我都觉得 我是别让他硬这么些个 多累啊挑着来吧 没用啊 张赫伦确实是是个老模 一会我跟你刷半个小星星 在三四线城市演出 并不是张赫伦的人气 没有达到大型商演的程度 毕竟张赫伦也是在北展开过 专场的相声演员 但这些城市必须要有人去演 为了其他师兄弟 能够安心地出去上综艺拍电视剧 张赫伦也只能牺牲自己 去跑三四线城市的商演 每场演出台下 都是满坑满谷的观众 特别是沈阳的那场 反场唱了将近17首歌曲 仿佛是一场小型演唱会 令观众沉醉其中 纷纷称赞 购票的每一分花费都物超所值 从一个极其无名的烧烤师傅 到如今舞台上尽情歌唱的张赫伦 三进三出德云社也成为了他的魔刀石 张赫伦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德云社的中流砥柱 曾经的努力也得到了回报 看到如今台下满坑满谷的观众 相信张赫伦也非常的骄傲 作为一个才华横溢 学逗唱样样精通的相声演员 相信张赫伦的艺术道路不仅仅如此 小白的前途一片光明 你们觉得呢 我特别看就是张赫伦的 赫伦 MAN 为了队长 一些